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白纸革命日前发布了年度总结白皮书 记录去年以来 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 以及公民大会的产生 该运动的组织者接受了海外媒体的采访 白皮书称 狭义的白纸革命是指自去年11月26号 为悼念乌鲁木齐火灾 从南京传媒学院的白纸行动 蔓延至全国的大规模示威潮 而广义的白纸革命 就是指中国大陆一系列的 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 白纸运动被认为是8964以来 中国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 针对政府的集会示威运动 大纪元报道 此次示威潮可溯源到北京四通桥上 彭丽发的个人抗议 随后11月14日夜晚 广州爆发了反风控示威 河南同时爆发郑州富士康抗议 11月26日开始 遍布中国21个省与海外多个大城市 均出现了示威人潮 白纸书记录了由南京 上海开始 随后在北京 广州 福州 厦门 沈阳等多地的市民 和高等院校的学生的群体抗议活动 同一时期 香港中环发起了悼念活动 加拿大 美国 英国等多国的中共领事馆前 有大量的抗议者声援中国国内人民 喊出共产党下台等口号 白皮书也记录了中共警察的动向 如为抓捕白纸革命成员 当局布置大量的警力 搜查手机 盘问路人 据报道 白纸革命上海活动发起人之一的VFK 组织了电报群 联络及发展全中国线下的抗议成员 11月底 南京 北京 深圳 杭州等地多名组织者 在活动现场被恶警非法逮捕 VFK日前向记者确认 被抓捕成员被关了7到15天 设备被没收 扣押90天起 第一代地区组织者 基本上11月30日被团灭了 后来重建群组 升级网络安全 重新吸收新的组织者 每个地区实践双灵导致 就算一个被抓 另一个也不会死 今年1月7日 重庆大都口区 生产新冠病毒抗原的中原汇集药厂 突然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因不满公司突然解聘工人与厂方 招工中介发生暴力冲突并与警方对峙 VFK表示 工人运动的核心就是两个 一是反迫害 二是讨回倩薪 重庆工人联络过他们 他们提供了资金等支持 为工人配备当地组织者 运动半夜开始了 他们是全网最早发出现场视频的一批人之一 帮助工人争取权益 所以 经此一役 很多工友来找他们维权 深圳的比亚迪 河南储户都联系他们了 但是VFK表示 烟花运动和他们没有关系 属于个体事件 根据白皮书 白纸运动掀起的宗旨在于 公民觉醒 改善民生和促进民权 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宪政机制 此外 白纸革命公民大会 通过DeFi协议募集资金 白皮书称 不要害怕谈论到金钱 金钱可以赋予你更多的力量 让你去实践更多你想做且能做到的事 VFK表示 他们从来不是雇佣者 一直有团队成员们的支持和奋斗 他们虽然是去中心化组织 也吸收了很多小组织和大V 是有管理机制的 并不是无政府主义 律师不会退缩 更不会一团散沙 他说 每一个时代 总要有能站出来的人 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认为 通过白纸革命和烟花运动 民众看到了中共的弱点 就是中共是可以被打败的 至少可以逼着中共让步的 这是中共多年来竭力想避免 但是这次终于没能避免的 恒河说 未来还会有其他的事件发生 谁都不能预测 如果能预测的话 中共就有办法去预防 问题是将要发生的事情 中共都是不能防的 美国南方司令部出版的杂志 对话中提到 中共正在寄予阿根廷南端的 活地岛乌斯怀亚 着手在那里建设海军基地 这会为北京打开通往南极州的大门 相关国家都在密切的关注 中共和阿根廷的谈判会达成什么样的条件 阿根廷是否会允许中方建设设施 或者是在该地区允许布置海军部队和军事特遣队 南美国家致力的菲尼斯特拉大学国际专家罗哈斯分析 如果中共得手 在乌斯怀亚建立基地 会使北京在南半球拥有一块永久飞地 并向南大西洋投射 中共会利用这个基地 控制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通道 监控整个南半球的通信 除了获得对海上运输进行永久监控的潜力之外 中共还可以拦截各种具有明显经济和战略影响的区域通信 罗哈斯警告 这意味着会导致中共对国际事务的明确和大规模的干涉 根据报道 中共派出驻阿根廷的官员土水平牵头这次谈判 并且已经说动了火地岛省长梅莱拉 使他更愿意接受中共在该省的投资 罗哈斯认为 推动建设这个基地是中共的重要战略举措 中共在2013年推行的一带一路 旨在对非洲大陆这一地区做出明确的规划 如果乌斯怀亚的这个基地成为现实 可能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 或安底斯地区许多其他基地中的第一个 罗哈斯指出 中国在暗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地位和控制的企图 北京目前拥有三个运作的海外飞地 最著名的一个是在东非国家吉布提 这使中共从红海到印度洋的航线上具有战略存在 还有柬埔寨的云云海军基地 使中共在东南亚地区有重要的投射点 还有塔吉克斯坦的基地 北京群球加强其在中亚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 位于阿根廷中部的内乌肯有一个中共空间站 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正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发展 韩国总统尹熙月破天荒首次表示 如果朝鲜的核威胁升级 韩国将考虑建造自己的核武器 或要求美国将核武器重新部署在朝鲜半岛 尹熙月周三在首尔出席 由韩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举行的记者会上 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不过尹熙月补充说 建造核武还没有成为韩国的官方政策 韩国目前应对朝鲜核威胁的办法 还是要加强和美国的联盟关系 寻求美国更可靠的承诺 增加包括核武在内的全部武力来保卫盟友 但是尹熙月说 有可能问题恶化 那我们韩国将推出战术核武器 或自己建造它们 基于我们科技水平 可以相当快的拥有我们自己的核武 美国之音报道 韩国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 该条约禁止签约国寻求核武 韩国同时还在1991年和朝鲜签署了一份共同宣言 双方同意不从事核武器的实验 制造 生产 接收 拥有 储存 部署和使用 但是平壤早已经背弃了这一共同的宣言 从2006年以来一共进行了6次核实验 去年以来平壤一面拼命的试射各式导弹 另一面放话要扩大其核武库 甚至威胁要对韩国使用核武 朝鲜的核威胁叫嚣不仅引起了韩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而且也激发了专家以及尹熙悦所在的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内 有关韩国应该重新考虑自我建造核武的呼声 美国之音报道形容 首尔被平壤的核讹诈逼急了 韩国统一研究院前院长全向勋表示 尹熙悦总统的说法有可能成为韩国国防安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在如何应对朝鲜核威胁问题上引发整个思维方式的变化 如果韩国拥有核武器 美国就不必问是否应该使用核武来保护盟友 如果韩国拥有核武 美国实际上将更加的安全 也有人说核讹诈是没有尽头和底线的 韩国终于反应过来了 巴基斯坦计划在本月通过波兰港口 向乌克兰运送159个集装箱的弹药 此举被称为倒戈行为 因为巴基斯坦过去是俄罗斯的盟友 时任总理易摩兰汉还曾访问过莫斯科 成为20多年来巴基斯坦政府首位访问俄罗斯的领导人 根据经济时报报道 这批集装箱将包括大量的155毫米的大口径弹药 敌火和推荐药包 以及其他的武器装备 将装达159个货柜集装箱之多 相续称 这些货柜将由民用货船BBC维苏V号来运送 根据报道 巴基斯坦和乌克兰过去在军事工业上有过紧密的合作 在1991年到2020年期间 乌克兰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武器合约总额接近16亿美元 巴基斯坦之前也向基辅购买了320辆T80UD坦克 又签署了维修坦克的高价合约 价值8,560万美元 在去年两国也同意优化军事关系 特别是针对国防生产 训练反恐活动和勤惠领域的强化 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巴基斯坦先在联合国投票 谴责俄罗斯并吞乌克兰决议案中投下了弃权票 同时也只对乌克兰提供了少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被认为是立场倾向于俄罗斯 若这次运送军火成真 将会是巴基斯坦立场的大转变 韩国媒体《每日朝鲜》报道 朝鲜当局为了纪念金正恩的生日 向党政军高层干部家庭秘密供应了节日物资 为了避免被普通老百姓看见 金正恩还偷偷地在大众熟睡的凌晨进行秘密配送 朝鲜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当局向体制内的高层 如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军部、高层干部等 1000多名高干家庭供应了丰盛的节日物资 朝鲜党政军干部使用的物资供应所 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使用的供应所 按月和季度供应粮食、食品、工业品等 消息人士介绍 此次供应的节日物资 包括10公斤的猪肉 10到14只冷冻鸡 10公斤冻明太鱼、冻秋刀鱼等 还有苹果、橘子、干果、豆油、醋、白糖、味醋等20多种 都是普通老百姓缺乏的食物 消息人士说 几天时间里像游击战士的秘密进行了节日物资 凌晨配送 并动用了100辆客车和军用棚车 100辆客车平时主要是用于接送参加重要活动的人员 部队的机动车辆是根据中央的命令 进行紧急护送或运送物资的车料 也就是说 为了避开人们的视线 不让普通老百姓和没有进入1000名供应对象名单的其他干部知道 特别供应 采取了凌晨配送的措施 消息人士介绍 没有进入纪念金委员长生日 凌晨配送物资名单里的其他干部家属表示 党说不要搞特殊化 可是自己却搞起了特殊化 耍威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句有趣的话和您分享 说演员是战斗民族的克星 几十年前苏联曾经被里根这个美国演员给搞垮了 不长记性 这次又主动的去招惹一个乌克兰的演员 恐怕又要被搞垮了 于是有网友就脑洞大开说 据说川普也当过演员 对于今天节目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